大米别只吃到煮米饭了 试试这个做法 软糯筋道 连吃一周都不会觉得腻 做法也非常简单 即使你是厨房小白 都能一次成功 160克大米浸泡3小时 用手能轻松碾碎的状态即可 空净多余的水分 倒入到破皮机里 加入300克牛奶 选择果汁键打成米浆 将打好的米浆倒入到大碗中 加入3克酵母 20克白糖或是零卡糖 搅和均匀 再加入180克普通面粉 适应一个方向都搅拌一会儿 最终搅拌成均匀细腻且浓稠的面糊 盖好保鲜膜醒发40分钟左右 现在是夏天 发酵的会很快 发酵好的面糊内部会呈现出大量气孔 搅拌拍器 平底锅或是垫饼银,刷油 倒入一半的面糊 我这个是24厘米的锅 正好可以捞两张大饼 摇晃均匀 表面再撒一些黑芝麻增香 全程开小火加热 加盖焖一会儿 煎至表面基本定型 翻煎另一面 另一面煎至上色 按压能快速回弹 就是熟透了 对折 按压一会儿定型 出锅 稍微冷却一会儿 再切成小块就可以开吃了 另一张饼里换个口味 我加了蜜红豆 表皮酥脆 内里软糯筋道 有着淡淡的奶香 浓郁的米香 口感微甜 这个米饼我喜欢放凉了吃 这样口感会更加的筋道 如果你也喜欢 就赶快试试吧